这个配色它有一种裁判鞋的感觉 接着给大家来聊聊这双预帅实习地方的纯黑配色 就叫打开鞋盒 这个配色它有一种裁判鞋的感觉 然后道理打开鞋盒的点瞬间 会有一种非常浓烈的老皮鞋的味道 整体的鞋面就是采用了热绒材料 和一些这种织物的透气网孔 然后侧面的李宁logo也用了纯黑 然后它两侧的鞋带孔都用了这种金属材料 中底就是全掌的泵材料 然后配合它的SAS支出鞋 后跟裸露的泵材料它上面会有一个GOLDEN HOUR 黄金时间我不知道放在这双鞋上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就在下面留言 然后外界就是全掌的香蕉礼 接下来给大家打来这双预帅实习D邦的上脚 整体纯黑的配色会比较搭一些 后跟裸露的泵材料也算是一个亮点 整体它的鞋屑适中 基本上不太调好脚型 前掌在弯折的时候最初会有一些卡脚 大家穿起上去就好了 整体这双鞋泵的脚感还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适配人群特别是这个D邦 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满足当今1号位到5号位的一个需求 除了你是需要那种特别极致的功能 比如说你前掌要非常非常贴地 或者是你要那种脚感极为明显的 踩一脚就能陷下去的那种 就与帅这个鞋力它从始至终都是站在这个团队鞋的脚步去收发的 说白了就是银河大众 17D邦这个鞋型真的挺好看的 然后目前价格也有所下跌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够玩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学院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评论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